你真的要上窗戒 姚元昊父亲遭控性侵 他就强制地去抓我的身体 强制地去放我的身体 然后去触摸我的身体 才一直听我 都是所有的拒绝 我说我不要 我真的不要 不会觉得那么亲 眼星病日记走红的艺人姚元昊 登上了社会版面 出示的是他的60岁父亲邓台生 进京报性侵33岁前女友S小姐 邓台生多年前曾在北市开制服酒店 S小姐指控 10年前到酒店上班 邓台生表示会照顾她 每月给6万元生活费 两人与世交往 对方并承诺娶她 但邓台生却纠缠其他小姐 两人争吵不断 今年3月 她份额到姚元昊脸书留言 你的儿子事业重要 人家女儿幸福就该死 反被邓台生恐吓要拿枪打她 她害怕不已 决定在房内装录影机 摄影自保 今年5月拍下遭邓台生性侵的过程 事后她把影片传给邓台生 对方警告她 仿害秘密和恐吓取材 邓台生则喊员表示 与女方确实有交往 后来知道她一次吸毒才断惊源 认为是遭女方涉举恐吓 而全案已移送地检署侦办 动新闻综合报导